过去的十年 他创造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业绩 2009年 他用全部积蓄5万美元 开始投资房产 十年间 他从房屋出租到地产经营 再到摆进大批商业地产项目 目前他和张维霞创办的地产集团 总资产已近3亿美元 成为亚特兰大最有影响力的地产运营商之一 今天 橘子将他十年房产投资经验 合盘突出 回馈大家的信赖 这一期我们要讲 我们为partner买进的第四个项目 德鲁士医疗大楼 我们这是买的最后一栋医疗大楼 从这栋楼之后 我们再也不碰医疗大楼 我们再也不碰医疗大楼 我们再也不碰空置率低于80%的 一般情况下都不再碰这样的楼了 那这栋楼的地址是 3790 Plattner Hill Road 德路是30096 我们先看这栋楼的照片 那这栋楼 我们是2015年1月份买进的 2017年4月卖出去的 总共经历了16个月 那投资人的年平均收益是25% 这栋楼它过去的历史卖价 它2005年买进的是592万5 那2013年他们592万5买的这伙人 就把这房子推给银行了 当时欠银行是251万起 推给银行了 我们2015年是180万买进的 那2017年我们282万5卖出去了 我们不想买 因为第一栋医疗楼 我们弄得很头疼也搞不定 那个姐夫一直是好人坏人 得利不得利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不想买 但是这栋楼它2013年的时候 推给银行 我们2015年买 已经在银行手里几年了 就多少钱卖不出去 就银行拿在手里 是个小银行 它拿在手里 它也不懂管理 它每天也担心 那里房客都在走 它也不擅长管理 它又担心整个 可能这20%的出租率都保证不了 所以它自己很头痛 它不想买 然后它盯着我们公司 因为我们买了600号 我们买了550 它就知道 有这么两个中国大妈 在这附近买过医疗大楼 所以它就没事就联系我们 说我们这栋楼 250万要不要便宜 上一次买价592万 250万要不要 然后都是我们俩 想了想就给了个价钱 就180万 我们就说不要 你要180万我们就买 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多少感情 他就说你要 你要卖180万 然后呢 他就250万 那隔一阵呢 他再过来问说 230万买不买 220万买不买 200万买不买 有一天他说 180万给你了 因为他这个是在 另外一个Platin Hill 这个Gunet Medical Center 我们就觉得 那块地都值180万了 就在那个很黄金地段 很交通很方便的地方 然后这个楼多少 将近3万次的一栋楼 我们就觉得 怎么都值180万了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买了 买进来跟600号一样 就是头痛 头痛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自己搞不定 造租搞不定 这个每次有心 访客进来 装修我们自己也搞不定 就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那一阵整个状况不好 行情不好的原因 就是说 奥巴马上台之后 做那个奥巴马 医改 医改的原因就是 整个医生 如果自己独立 有诊所的话 收入都下降 所以很多医生 就又回到医院去了 就自己不开诊所了 整个那个大环境都不好 所以买进之后 我们压力特别大 当时出租率是22% 我们持有了一年多 将出租率从22提到了50% 我们把王东医生 弄进去了 还有一个佐利医生 是过敏科的医生 我们弄了两家中国医生 Jeff帮我们弄进去 一家医生 找了三家访客 出租率是提到了50% 那这栋楼有两个弱点 一个就是里面的 整个楼的形状 不是规则的 你一般买房子 不管住宅还是商业楼 这里的房间 都是方方正正的 但是有一些楼 就是不规则的 多边形的 它一个就是 里面的房间不规则 那些不规则房间 一般人就不太愿意住 你自己站在那里 你感觉风水就不好 整个的流畅性 这就不好 那还有就是里面 有个特别大的一个空单位 我觉得可能将近 我不知道五千尺 七千五百尺 很大的一个空单位 它曾经的房个是一个儿科 它在里面那儿科 不停地扩大 所以你走那个儿科的 那里头七千多尺 就像个迷宫一样 然后每次关灯也很费劲 哪个开关控制 哪个灯关灯也很费劲 就是有两个弱点 一个是有一个房子 像迷宫一样又大 第二就是整个 里头有一些房间 有一些边边角角的房间 是不规则形状的 我们这栋楼 做的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改了它的地址 这栋楼是在 Platan Hill路上 它是两条路的夹角 一个是Platan Hill 另外一个是个小路 但它这栋楼的地址 是用那个小路来 给的地址 就说如果你说 Platan Hill路 谁都知道 但你说那条小路 没有人知道 我买进后第一件事 就把这个路名 改到Platan Hill了 我觉得对那些医生 也挺重要的 那些病人 要是找 尤其是新病人 他一看 这条路在Platan Hill 那附近 阿弗瑞塔 德路 这些Nord Cross 都可以来 因为它知道那个位置 但如果是另外一个小路的话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改这个名 就是可能整个叫 这个架子 上了一下子 这栋楼 因为靠着医院 里面的房客 就当时22%的房客 都是跟医疗保健 有关系的 那跟医疗保健 有关系的 就是这样的好处 他们住进来 会教你房租 这个可能有限级楼 会帮你负担花费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这栋楼里 全是跟医疗保健 有关的 那如果你收入有5万 人家就愿意 出100万来买 你cap rate 大概是5到6 那如果你加了 其他的会计 其他的中介 砸的进去 他可能就要求8 那当时因为空的78% 我跟肉食就很犹豫 就是我们要不要 开放给所有的人 如果开放所有的人 就会租得很快 但是整个 大家购买的 愿意除的价钱 就会往下调一下 但至少 如果是我个人的房子的话 我会打开给所有的人 至少在你持有期间 有人帮你付费用 至少会有一些现金流 你心里就不慌 但是肉食商量一下 他不敢 就一直我们都坚持是租给 跟医疗保健有关系的 到2017年的时候 Michael已经到我们公司 来上班了 那个时候我们有个 中介的朋友叫Iron 就一直想卖我们楼 一直想跟我们合伙 去开发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到2017年 我们还一笔生意 没做成 他一分钱没从我们的正到 这个Iron有一天 就跟我们吃饭的时候 就说他有朋友 想买这栋楼 他就只买这种医疗楼 他就问我们想不想卖要多少钱 那肉食我们 因为我们当初 这些也都有投资人 我们给投资人有个承诺 肉食就按照跟投资人承诺的 反推了一个价钱 就说Iron 如果你想买这个价钱 我们可能会考虑卖 Iron就去问他那个朋友 他那朋友就说 好 就这个价钱我就要了 那时候 肉食跟我基本上就说 如果这样说好了 我们就不会再做什么了 但是Michael呢 就说 既然都有人愿意出这个价钱了 我们为什么不再多问几个人呢 因为Michael有一些资源 Michael就去问另外的人 之后Michael就说 我有朋友 愿意多出五万 然后肉食我们觉得五万也挺多的嘛 我们这栋楼一百八十万买的 我们贷款是一百万 投资人的钱是一百万 我们留了二十万做改建 然后肉食我们就特高兴 因为Michael给我们都卖了几万块钱 马上就给Iron发那个短信 说Iron 我们现在又有个人想买我们这个楼 比你的价钱高 现在这价钱是多少 你想卖去到这个价钱吗 我们就这样客气地问一下 Iron马上就回说 我问问我朋友 问完之后说 他那朋友愿意卖去这个价钱 之后Michael又把这个价钱 再去问他那个朋友 然后那个人又加了两万左右 然后肉食我们又特高兴 哇 好像又能多赚几万块钱 马上再去Tex去问Iron 但是问的时候我们都很客气 就是这样你觉得行不行 结果这次过去之后 Iron就生气了 立刻就开始在微信里头 这样骂我们 但就在微信里骂我们 还好 他会 因为我们把事情跟他说了 因为Michael有个朋友 想多出钱再买 他在短信上这样 发了一些短信骂我们之后 他就每天打电话给Michael 去骂Michael 比方说Michael是什么走狗啊 什么的背信弃义啊 什么什么的啦 就是就追着Michael去骂 但是Michael Michael就是他有个好处 就是对事不对人 然后什么事情目标很明确 我现在要卖这栋楼 我要卖最高的价钱 所以之后我们就跟Iron 就关系就不好了 就整个就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跟Iron就不再联系了 然后我们知道Iron很恨我们 因为他们这些中介 Iron是一个中介 商业中介 这些做商业中介的人就是这样 首先他们这个家庭条件也很好 外形也很好 专业知识也很好 但是他们就比方说 我们这栋楼最后卖的 可能是250万 那中介费给他的可能是2% 就如果做成了 他就挣5万块钱 就他做成一笔 可能就顶他两个月 但做不成了 这5万块钱就没有了 就他跟我们住宅不一样 住宅帮你卖个房子 可能挣几千块钱的中介费 但是商业的话 很容易就5万 很容易就20万 所以成跟不成他们都特别在意 就是可能对你态度特别好 为什么 因为可能会挣到20万的中介费 那突然就发裂了 为什么 因为这20万中介费泡糖了 没影了 就立刻就 我们有一次跟谁 跟一个也是刚认识的朋友 也是这个做商业地产的 然后就介绍 Rose就会说 局子以前专业是受益的 是受益的博士 然后那个人立刻就回了一下 说我们商业地产里头 也需要这种受益 所以因为我们这个圈子里 动物特别多 A lot of animals 然后Rose跟我听了就笑 但是从这件事之后 我跟Rose我们说话就特别注意 比方我要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我就说 很好啊 这个价钱没问题啊 但是我要跟Rose商量一下 Rose说话的时候 就用我做个挡箭牌 我们跟人说话的时候 轻易不定下来 那如果定下来 不管是口头说的 还是书面说的 只要定下来 我们就不变 就哪怕可以卖更高的价钱 因为我们就是觉得 维护这些关系特别的重要 就是说我们投资人满意的前提条件下 我们尽量维护这些关系 然后我们想给人树立这样的形象 就是我们诚信有道德讲原则 所以这是 这是我想讲的这栋楼 这栋楼是我们第四个项目 也是我们最后一栋医疗大楼 最后一个操心 费神 空置率很高的 从这栋楼之后 我们再买的楼都是办公楼 或者是住宅 然后都是出租率80%以上的 就算我们什么都不住 那个现金流投资人也很满意 整个管理都很省心 然后从这栋楼之后 我就不猜疑整个运营了 所有运营 可能勾进的时候 我会给一些意见 之后我就专心融资 那肉食整个我们公司的日常运营 肉食也不参与了 全部下放给黑尔达了 他整个日常管理都是黑尔达在控制 从这以后 好处就是说 我跟肉食会想一下公司的发展策略 我们会有空跟谁吃个饭 会在那突然想 应该请这个会长吃个饭 应该去那边有什么讲座 我们应该去听一下 就我们有心思去想更长远的事情 然后这个横向的这些关系 我们会花一些时间在这上边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 就是说肉食跟我们 我们进商业地产 我们实际上是新手 我们就一栋楼坐 碰到事情学 我们不是专业出身的 那现在比方说 我们物业管理 黑尔达在管 那他就是管物业管理最好的人 那整个我们构建 就是Michael在住 那他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人 整个我们开发是David在住 那他就是这方面专业出身的 他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人 从这栋楼之后 我们慢慢就放权了 好 这是我要讲的 这栋楼的情况 谢谢大家